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期货期权一周总结 我Marco跟大家讲回今周的指数期权策略总结 其实在周一跟大家讲到 最主要你问我如果真的要博博的话 就留下注码在下周博博博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几样东西连串在一起 包括期支捐书日、联署局议息和五中全会 全部基本上这些比较关键小息的事件 都是在下周出现的 再加上就是之前来讲 已经在上周来讲 其实已经建议过大家去做看好的动作 市市在上周然后再去央买上去 这条线来讲 在了向优惠交易定位置 情况下来就未必需要再急需要做锐 但这个如果真的需要做锐的话 都是我会建议大家 error 以好好市场为主 跟着主力做long call 的策略 但如果之前的trade 仍然有在手里 又未必需要急着做trade 周一最主要是这样 今个星期来说 大家回来 周三就是公众假期 重阳节 整个星期的走势 基本上就好像周一和大家所说 其实 走势都不是太明确的 而这件事在周一 亦都有跟大家说过 亦都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都不是主张 今个星期去主力出击 但如果说策略 也有提及过 如果真是进取的球资者 想做trade 一是升穿追突破 继续三分一去做long call 一是后低级 等个期指 跌到大约22,800点 去开张long call 10月23,400的动作 OK 你见到的情况 就是在周一 和大家做完节目之后 在周二回来 那时 市来说 就失手了23,000的位置 留意市场气氛 在周一和大家说 其实市场上大部分人 都还是很乐观的 对着大市 就是说 看大市可能在去24,000点 甚至上24,500点 大部分人在去说这些事情 但是来说 去到周二来说 当大市升不上了 跌穿了23,000点 所谓的心理关口 慢慢地 又开始那些人 转了紧慎少少 之前说大市升到24,000点 不知之而处理的人 开始就没那么多 到在周三 香港公众假期来说 内地继续开市 内地的市就跌得很厉害 最主要就是说 市传中正金 将束手去查 期之为规的配支 事后这样说 就说五中全会 即将会举行 下个礼拜 求知者先行离场 因为在这一段 炒上来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 五中全会相关的概念 股份已经先炒上去 在那个指数 有一定升幅的情况下来说 其实在周三来说 这些人就获利离场 有些少少类似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 你留意一件事 事前 是没有人说这件事的 事后 当市真是堆下来的话 就拿回原因出来解释 就像我之前所说 市跌下来的时候 人们就会硬去找借口 去解释原因 但是事前 就不会跟你说这件事 到周三 A股股真的再跌下来 跟着呢 星期四早上 我记得 昨天早上 看新闻的话 基本上大部分市场的评论 就开始说 不是已经不是说 大市会升到多少点 是说大市会跌到多少点 也是那样东西 市跌的时候 人们就看淡 那样东西 跟着来说 到周四 在夜马哈 就是昨天马哈 那时候来说 欧洲央行 就暗示会 择大量宽 跟着来说 环球股市就做好 因为他们 会冲击着欧洲 会加慢放水的情况来说 昨天马哈 那个市是夹得很厉害 今早早 那个市就夹了上来 那你说 跟着一个策略来说 你见我 在 星期一和大家说 那个市 跌到22,88点 说得很明确的 都没有说什么升跌穿 15分钟高低了 如果穿23,88点的话 我就写明 要升穿15分钟高位的 但是大约 回到22,88点的时候 都很明确跟大家说 总之 10月份 23,44 就没有什么升跌穿 15分钟高低 等等 指摘位置都很明确 放在2542 所以 其实你看回 开15分钟高图来说 这个市基本上 在10月22日星期四 就是昨天的情况来说 这个市回到22,88点以下 或者甚至上来说 你可能有机会 在星期二 大市最低位 跌到22,805点这些位置 总之 这些位附近来说 其实 进出的求知者 在这些位置 其实有可能 就已经是入了 那张Long Card 23,44去搏你转 因为我说到好美国 总之这个市回到 大约22,88点就入市 没说什么升跌穿 15分钟高低 因为我自己觉得 进出的求知者 在这些位置 值得考虑去搏一搏 跟着来说 礼拜五今早早 一番回来 就立刻去 你看回情况来说 如果说回 限制大权23,44 call来说 在礼拜四 即昨天 这些位置入市来说 即期权金 是说大约 50至70点 差不多 今早早 一开始回来 其实已经去到 200点 左右 即回报 是说三倍至四倍 你会看到的情况来说 一次过 順便说 在上星期一 建议的情况来说 建议大家 升穿了 大约22,28,28 那时候 追Long Call 23,400 入市的情况 就是红色 夸夸 这个都是24,34 在这些位置追入市 2,25 都和大家说过 赢了 去到这里 那时候 理论上来说 赢了那些成本 来说 先拿回成本 成本 先 你扔多少钱做交易 先拿部分成本 先 接着来说 突出那些 可以继续温 所以 在今个星期的情况来说 我建议 因为你本身 还有一些仓底 在温暖 那些你未必需要再加注 那没有加注的情况下 那你就有子弹 刚才说 你之前没有做交易 的话 今个星期 这些位置 就可以想 你本身来说 因为你这里 已经是有利益 在这里 市场真是活到 一些相对直播的位置 你就可以在这些位置 再考虑 去做Long Call 这一转上去 那至于 一般求资者来说 最难去定的 就是说 你将合约 是说2万3千4百户 市场真的要升到2万3千4百户 就要是 才有利益 还是提前有机会 才有利益 其实整个数很简单 例如 在礼拜一 和大家说的时候 都说到 如果升穿230800 Long Call 10月2万3千4百户 230800 说的时候 我要说是同时 要升穿那天 15分钟的位置 在今天 星期五 10月23日 一开始来说 是升穿了 我那个位置 升穿了 这个230800的位置 升穿了之后 然后呢 问题来了 头那15分钟的低位 升穿 没有穿过 还跌穿头那15分钟的低位 在这种情况来说 你本身在这里持有好仗 理论上来说 你不会去奢望 市场 还有机会去到230400 这些位置 而需要做一个止赚的动作 这方面要大家留意 因为在这个节目来说 我自己来说 个市 突破了这些 横行区域 升上来的情况来说 市面上 那个情绪 是很乐观的 说的是 24000点 24500点 那些人大有人在 而我自己一路来说 就是说 定住 初步 初步目标 是23500点 那位置先 但是问题就是 始终去到这些位置 压力都在 高追的话 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看我是 扯战扯走 就不会说 在一些高追的情况下 大注 而去到这些 接近我所说的 重要关键的阻力位 之前来说 你见过市 穿了15分钟低位的话 怎样都要自己赚离场 那这些就是说 牵涉到的话 你拿着 长连扣23400点 未到你心目中 所算的行使价 何时你需要做 一个获利平仓的动作呢 而今次的节目 就略为和大家说一说 因为有很多人就是 不到他心目中 这个位置 就永远不会肯走 那问题就是说 例如昨天 你50点至70点 赢到今早 是三四倍 那都不走 穿了15分钟低位 用重要的账户 来接近你的目标价 的话 不抵博 还有下个星期 现在月底 期权金的时间 就选择非常之大 那无谓硬要去捱这一段 weekend 那下个星期重新再来 就会比较化算 那策略为 回过今个星期 就和大家说这么多 下个星期一 就再集中火力 看下怎么整理下个星期一的果转 那下个星期一 因为结算之前那几天 就去做 链都挺好做的 那下个星期一 就和大家说 多谢大家支持 再见 拜拜